其实会有人询问说 眼周音波跟眼周电波 我到底要做哪一个呢 其实我的建议呢 大家好 我是脆臼美学万华医师 今天我要讲的是眼周保养 咖啡 盐巴 油 搅拌 我要过来 蛋黄 蜂蜜 搅拌 怎么还来 好 拜托我们不要再玩食物了 刚刚我们试了这么多的偏方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眼周会老化呢 其实我们每天呢 眨眼的次数超过了一万多次 每天呢我们也都是当低头足 所以随着时间 慢慢的胶原蛋白会流失 胶原蛋白流失之后呢 我们这个筋膜层 它就会开始位移 就有点像走山一样 造成全骨脂肪往下位移 全骨脂肪位移之后呢 我们的眼周组织 就会产生了凹陷 眼周组织凹陷 就是我们所谓的眼带 肋钩 就会慢慢的跑出来 然后这一块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造成了我们眼皮松弛 眼尾下垂 最后呢密密麻麻的眼周细纹 就会开始产生啰 有日常能够预防眼周老化的保养品 或方法吗 没有耶 我们日常眼周的保养品呢 大部分就是 眼膜 眼霜 里面的成分呢 大部分就是 玻尿酸 A醇 胶原蛋白 维生素 等等 这些眼周保养品的功效呢 大部分是用在于保湿 淡花黑色素 以及抗皱 等等的功用 这些功用呢 运用在眼周平常的保养 是很OK的 但是呢 如果是眼周下陷严重 以及细纹比较明显的 人身上呢 可能就比较有局限性啰 我们一般的保养品呢 其实都只是作用在我们的表皮层 只有凤凰电波的闭眼探头 以及海浮音波的眼周探头 是可以深入到皮下1.1mm 以及2.0mm的这个深度 经由我们这个深度的加热呢 就像烫花枝一样 让我们的筋膜紧实 增加里面胶原蛋白的生成 可以呢 改善我们的细纹 并且改善凹陷的一个状况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凤凰的碧眼探头 而这个呢 是海浮音波的眼周探头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个的差别 其实呢 有些人会有一些误解 认为说打电波跟音波就会很痛 但是其实这个眼周的探头呢 真的都是还好的哦 我们的闭眼探头呢 它是从我们最表皮的地方 全程加热到我们的皮下1.1mm的深度 闭眼探头呢 因为它有450发 所以呢 我们会建议一次 可能全打上眼皮 或是全打下眼皮 这样的效果呢 会比较集中 那打在上眼皮的部分呢 可以改善我们的双眼皮折 以及改善我们抛抛眼的这个问题 那打在下眼皮的部分呢 就可以改善我们眼下的细纹 以及眼周紧致的一个效果 海浮音波的话呢 它是2.0的探头 所以呢 它是打在2mm的地方 做一个精准的加热 因为它是2mm的探头 所以呢 只能打在靠近眼眶鼓来打 没有办法打在眼皮的部分 靠眼眶鼓的部分呢 下眼皮 就可以打在我们这个眼下细纹的来做改善 上眼皮的部分呢 就可以来拉提我们的眉上的部分 基本上 音波眼周探头呢 是没有发速限制的 我们依照不同人的需求呢 来做调整 一般建议呢 是200到400发之间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其实会有人询问说 眼周音波跟眼周电波 我到底要做哪一个呢 其实我的建议呢 是两个都做 因为呢 我们每个人眼周的问题呢 其实都不是单一的 针对眼周的音波跟电波呢 是同时可以改善我们 眼周的拉提 以及眼皮的治疗 这样子呢 才会达到 1加1大于2的效果哦 眼周的电音波呢 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重要的是在做完疗程之后呢 也是要每天做好眼睛的保养 不要过度用眼 避免眼周的拉扯 建议大家一年可以做一次 眼周的电音波疗程 这样的话呢 可以烟换我们眼周肌肤的老化 也可以有一双水润润的眼睛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全顾竹 全顾竹 可以吗 我这次怎么这么顺呢 我们不要再玩食物了好吗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NFC F F FF i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